消防車緊急大響 一路狂飆前往火場 到達現場時一片煙霧瀰漫 看到陣陣白煙不斷從 鐵皮工廠內窜出 消防人員不敢大意 立刻布下水線 朝著鐵皮外牆涉水降溫 新竹市東區一間生技公司 30號凌晨3點半 鐵皮廠房突然開始冒出白煙 民眾看見立刻通報 消防局出動23車 120億人前往救援 消防員到場使用破壞器具 切開鐵皮外牆進入火場 就在過程中火勢一度 從二級火警擴大為三級火警 該公司為實驗室用途 以及倉庫使用 沒有人員傷亡 索性經過搶救 在清晨5點25分撲滅火勢 至於燃燒範圍 以及氣火原因 火雕科還在釐清 記者侯門前張志仁新竹報導